香港普通家庭 国庆节在忙傻 昨天做了15个菜 累了一天 姐姐今天也睡到9点多才起来 自从她暑假回到菲律宾一次 每个周末看到姐姐外出 妹妹都很紧张 以为姐姐又要回菲律宾了 今天国庆节 姐姐出去玩了 公公说今天坐车免费 她也出去游车盒了 我们准备晚上去维港看烟花 昨天家人聚会 剩了一堆菜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用煮饭 就吃剩菜就好了 现在越来越理解聚会的真谛了 就是提前做好一个礼拜的菜 一大群人先吃一次 煮人家再继续吃五天的剩菜 不过也许是年纪大了 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种家族聚会的 再加上还有姐姐帮忙就更佳了 一大群人谈天说地 真的很开心 买菜煮饭确实很累 但是一年也难得有机会能做这么多的款式 看到他们吃得开心 我也超级有满足感 能这么忙碌的煮顿饭给家人吃 算下来一年其实也没有几次机会 且忙且珍惜吧 今天爸爸难得煮一次饭 结果水放太多了 孩子们都抗议 我把花甲包敞了 吃完饭 小苗又要帮忙洗衣服了 才发现昨天干衣机里面 还有一堆衣服没拿出来 赶紧吆喝着这三小只来帮忙干活 让他们多多参与一下 干衣机每一次用完都要把这些毛毛清理干净 洗好衣服 抹一下桌子 再把碗洗了 化个妆 磨磨蹭蹭收拾完都快五点了 出发了 今天做亲帖是免费的 到了尖沙嘴 那叫一个人多啊 估计都是来看烟花的 妹妹直接都睡着了 原来今天只有亲帖是免费的 地铁不免费 站内站外都是人头 又看到了这个冰淇淋 孩子们说饿了 我们先去茶餐厅吃个饭 也是超多人 看看今晚吃什么 叫了一个豆腐枝竹火腩包 86块 日式烧枝土豆牛仔骨 98块 还有一个叉烧饭 我看好多游客也是人手一盘叉烧饭 今天这个火腩好咸 咸到小孩都吃不下去了 枝竹和豆腐很好吃 我们吃完出来都七点半了 烟花九点钟开始 很多路都疯了 到处挂满了棋子 今天眼睛太少了 好多身材火辣的美女 一个穿的比一个布料少 我们穿越了各种大街小巷 想去找一个离烟花更近一点的地方 后面就在永安百货这里了 妹妹很不喜欢 闹着要回家 她还搞不懂 人这么多 这么吵 这么热 为啥还要站在这里等呢 还好后面有个舞台 在表演着竞歌热舞 等待的时间也不那么枯燥了 终于等到九点了 二十几分钟 不知道又烧了多少银子 香港政府为了丰富市民的生活 真的也是拼了 烟火结束了 这边的热舞又开始了 这是年轻人的世界 我们要回家带娃睡觉了 地铁一开始都是排成龙 等我们到了 直接都不准进入了 于是我们决定走路去红磷地铁站 这些马路平时都是车水马龙 一年也难得有一次机会 可以慢悠悠的走在马路中间 以前没有娃的时候 几乎年年都会来看烟火 岁月是把杀猪刀啊 算一算也十年没来看过了 我们一路从七贤到南 走到畅运道 栽到康泰近 最后到达了红磷地铁站 继续排队等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猪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猪刀